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内容 江西文旅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文旅业态 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文旅报道 2月26号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评结果揭晓 根据投票结果 江西张树国字山战国墓葬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评 国字山战国墓位于张树市大桥街道彭泽村委会洪光堂自然村的西北约200米的小土岗上 海拔约55米 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 国字山规模宏大 使用双木道的多式结构 葬区规格高 随葬品种类齐全 墓葬虽经早期倒扰 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 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大宗 此外还有金属器 陶瓷器和玉石器 礼器 乐器 兵器 车马器 日常用具等种类 包括迄今为止 出土最长的一件针和两件带有岳王名的同歌 江西的既然汉代以后非常发达 海文猴等等 大家说起来都知道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纳入到大一统的王朝的体型里面了 这个文献记载也很多了 但是先秦实际上江西这段历史在文献里是极少提到 甚至不清楚的 这个是完全需要考古来发现 我们这一段我们就需要有若干个环节 一步一步往前推 我们叫吴臣 讲靖安 李洲奥 接着讲我们这个国字山 就要靠这些非常多的这些重要发现 来建构这一套这个先进时期的江西地区的这个历史的一个体系 一个脉络来 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 通过国字山墓葬的发掘 不仅仅能够复原江西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面貌 了解作为无头除尾的历史过程 国族和政治格局的演变 更是对于探索江西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家庭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参与出评的重要考古成果众多 可谓竞争激烈 2021年 全国经过审批的考古发掘1700余项 候选的32项均为各发掘资质单位主动申报 经投票评选 得票数前20位的项目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评 日前 江西省旅游诚信退陪工作推进会在物园召开 会要求纵深推进旅游诚信退陪工作优化升级 全力打造优质旅游服务江西样板 为全省旅游高质量发展 营造诚实 自律 守信 护信的旅游市场软环境 推进会上通报了全省旅游诚信退陪工作总体情况 据介绍 近年来 我省大力推进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和旅游者权益保护工作 并积极贯彻落实江西省旅游者权益保护条例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先行赔付制度 省市县三级全覆盖 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五个一旅游诚信退陪工作新模式 打造了旅游诚信退陪机制的江西样板 树立了江西旅游消费的金口碑 会上 上楼市物源县及九江市新渝市就旅游诚信退陪工作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据了解 物源县于2017年成立物源县旅游诚信退陪中心 实行县退陪中心与县联合执法调度中心合并办公 县财政设立200万元退陪基金 建立旅游诚信退陪先行赔付制度 向游客承诺三天受理退陪案件 七天告知处理结果 三十天内无理由退货 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心城里以后 这是一个总的统领 我们大部分的百分之七八十就在基层 第一线在警区在村委会就把它退陪掉 一般原则上都在现场退陪 如果是游客已经离开物源 那么他可以在网上或者电话 电话我们受理以后 你把你在买的这些依据 通过微信通过邮寄寄过来 那我们就在三天之内会答复你 答复你之后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就会进行退陪 通过不断建立健全 旅游诚信退陪315模式 物源线有效提升了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水平 把物源旅游诚信退陪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让游客在物源畅游无忧 这四年来啊 我们总共受理由诚信退陪的事件 有268起 退陪的金额128万 那么这些钱都是我们政府先赔付 这个应该讲退陪率和满意 游客都100%的他到 同时 上饶市在全省率先成立了 上饶市旅游诚信退陪联盟 将退陪范围由旅游购物 扩展到旅游全产业链 日前 上饶市第一批500家旅游诚信退陪联盟单位 已全部挂牌 我们是当时政府说那个 我们是第一批响应的 就包括做这个 因为我们做旅游生意嘛 就像以前人家感觉到景区里买东西 可能不是太放心或者这样 我们是最早就是响应这些东西的 因为要给顾客有一种买东西 比较放心的 就像我出去买东西 我也是相对要有这种的 我就敢买 又是一年春到来 全省各地的油菜花 在逐渐回暖的天气下纷纷绽放 带来了浓厚的春天气息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吉安市万安县宝山乡诗眼村 山谷里 田野中 村道旁 金灿灿黄灯灯的油菜花 镜香绽放 一朵朵 一簇簇 一片片 与蓝天 白云 村庄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当地村民组织的 舞龙舞之队 舞蹈队 盛装穿行在花海田梗 进行民俗表演 好诗热闹 当地涉足村民 还进行了一场传统婚俗表演 吸引了不少过往游客 现在的乡村啊 真的很漂亮 你看那么多的油菜花 还有那么多的表演 所以今天我拍了很多的照片 准备分享给朋友圈 据工作人员介绍 去年一年 湾安全县发展 油菜等花海经济11.5万亩 可以为当地村民 增加收入5000多万人 全县接待游客517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43亿元 助力了当地全域旅游的 发展和乡村振兴 在九江市都昌县 徐步 蔡林等 千亩油菜标准化 种植基地 金灿灿的油菜花次第开放 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 留下美丽的瞬间 成片成片的油菜花 开得一片片的 金灿灿的真好看 像一幅美丽的风情画 像童话世界一样 都昌县是油菜传统 种植大县 当地大力推广 油菜免耕直播 育苗移栽等先进技术 使油菜生产走规模化 优质化 绿色化和产业化之路 目前全县近20万亩 油菜长势喜人 在干州市惠昌县 风景独好园景区内 一百多亩油菜花 浸香绽放 散发出田野的屡屡清香 游客们行走在花海中 感受着阳光的沐浴 闻着油菜花的芬芳 尽情地沉醉于田野之间 感觉今天的天气 是非常好的 非常适合和朋友 一起来拍拍照片 然后看到这一大片的油菜花 感觉心情非常的愉快 心旷深意 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看一下 感觉这个风景 还是挺不错的 这里挺适合 家里人出来旅游的 大片大片的 挺适合拍照的 对 特别开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 金视频APP 以上就是今天 江西文旅报道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